大家好,回到最後一節的Q&A環節 有事想問郭Sir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或者可以給電郵我們 電郵地址askbhchannel.com 郭Sir,我們先解答第一位家庭觀眾的email問題 這位是關太,想問郭Sir四隻股份 他想郭Sir幫他選擇兩隻去買 分別是內銀股和663 663方面,看看股價 暫時來說,兩個806的水平,跌兩先 內銀股分別是939、1398和3988 怎樣選擇呢?郭Sir,如果想選擇兩隻給他 選哪兩隻?另外,他也可以說長渣 長渣來說,首先看政策 我也承認一孩政策對一種奶類或者奶製品的企業 都是相當有利的 揮山羽葉,老實說,首日掛牌之後 曾經一度在初段輕輕潛水 最低跌到兩個四條一 之後大家發覺到基本因素真的不差 賣本就跟著重現 股價最高是3.24 這個急升了30%的股價之後 當然技術上有消化和調整 如果要調升幅一半的話 理論上的防守性支持 大概是2.82左右的水平 事實上近期也跌到2.81 事實上才會有反彈 但反彈之後 這次出的中期業績 似乎有點放慢了 所以市場的反應也比較差 無論如何 政策方面仍然有利 乳葉整個板塊 尤其是輝山本身來說 在山東那邊有11萬隻乳牛 因為聯報已經說了 它自己的奶源相當充足 有部份也會賣給蒙牛 如果基本因素沒有變差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撲毀 作為一個中線的部署 因為小朋友或嬰兒出生之後 其實沒有太多選擇 一定要喝奶 大人還說吃東西有很多選擇 小朋友沒有選擇 內地早前來說 因為國民不太相信 內地生產的奶粉 所以才出現搶奶粉潮 中國近期也在政策方面有些變動 包括用幾百億整合小型的奶牧場 從而希望自己能夠生產到 不論是內地或是國際上 都是得到認妥和認同的高質素的奶製品 奶粉或奶類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做得到 問題是現在這一分鐘 有些板塊的股份走得比較漂亮 有些仍然是比較慢 不過作為一個中線的投資者 剛才提到中線持有可 我想真的可以 撐低一點去買 至於一個回吐的時間 到底會跌多少才夠呢 這就比較難預測 初步來說兩個爆一是近期的低位 不跌穿就可能是可以斷定 一旦跌穿了可能會深一點 相對的支股價兩個奴七島 其實可以作參考 另外我看好內地的經濟 和看好內地的A股的發展 也可考慮買一些內銀股 作為一個部署 那麼多隻內銀當中 3988中國銀行 其實股值是最低的 我覺得如果不介意 真的比較慢和悶的話 真的可以作一個部署 三個七號幾一點都不貴 那麼六倍的市盈率 有5.8里的股息 盡可供是退可守的 可以考慮 好 多謝先生 阿關看你的email的查詢 好 我們現在先聽聽電話 這位家庭的觀眾 還不是叫Kat 是呀 你好 梓田 梓田 梓先生 你好 你好 怎樣 我想請教你隻522 我是62.6買入的 我想知道這個情況是怎樣看的 522 ASM Pacific 最新股價來說 去到64.1 暫時走些僅僅7毫子 他說有貨在手 怎樣保存 ASM以前來說 曾經一度是基金的外股 當時其他股份 走勢都是一般 股價也是持續上升 一年的高位是105元 技術上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看 如果你真的六多元買 可以暫時來看看 但值得留意的就是 一年的低位是60元5毫子 這個防守性是相當重要的 一旦有失的話 情況就真的不太好 市盈率略為高了 30多倍 我自己就傾向於比較保守 換句話來說 股價的下跌 亦都意味著 行業的高峰期 可能已經過去了 如果60多元買的話 我現在給你的意見 是60元5毫子 做個指示 不對版的 這幾元輸了就算了 因為大家看看 現在市場的資金 放在哪裏呢 放在科網的板塊 放在博彩的板塊 遲些如果你的指數 真的升到上24,988 25,000或者更加高 傳統籃籌 將會成為領航股 到時可能 SM太平洋的股價表現 不單會跑輸大市 而且真的會慢過大市很多 沒有太大的憧憬 基本因素也只是一般 暫時來說 初步的阻力是大於66元的水平 記得 60元5毫子的防守性很重要 設計有失 好 還有其他東西問的 Cat 我也想知道 2038 這樣好沒有現在入貨 富士康 是的 看看股價 3.6毫7升4 早前有急跌的情況 郭Sir 這個股份怎樣報告呢 iPhone的手機生產 是最大的 但是 養股價是四十幾萬個工人 據聞一個月出糧 出二三十億 工業生產 其實去到比較高端 當然有可為 但是工業製造 如果工人人數多到這麼重要 只要天文數字的話 只是出糧 都出到你窮了 所以對一眾工業股的看法 我也是相當相當保守的 還有 富士康的股價 由五個多人錢開始 已經進入一個下降通道 大家看看 高位是八月幾 然後到現在為止 仍然在下降通道裏面 這隻股份 是唯一一隻 我這幾年 我從來未推介過的 因為理由很簡單 只是出糧一個月 要二十幾億 你賺多少錢都不夠出 況且 要搞清楚 賣iPhone Apple賺很多錢 但你生產iPhone 工廠 你賺的錢是很微利的 套用回香港 發展地產 發展商是賺錢 但是建屋的建築商 多數都沒有人走的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不覺得 我會作任何一個 比較正面的評級 如果你問到我的話 我仍然建議 官網就算數 因為有更加多 更加好的選擇 好 多謝Cat你的電話 電話的查詢 好 我們聽聽聽觀眾 黃先生 你好 你好 黃先生 好 想問問一下 就是603 因為中期職之前 我欠很多貨 有政治事件 有分業值 有些問題 他的投資項目 即是他的本體公司 他有附屬公司 中流中泰 那間本體公司 我了解過 後來他就說 炒了一些平安和 三九六八兩隻股票 他半年連那間 投資損失了 損失了四千萬 又政治事件 底下 又拿了貨重 都扔了很多給他 過日銀錢的時候 都扔了很多給他 還有一些貨在那裡 還有一半貨在那裡 其實他的增長 應該是這麼多 一隻營氣股 我這些全部我自己看 就是看業績局 他應該是比較強一點 增長是比較強一點的 那你說 現在還好嗎 再加一些 首先來說 我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內地的空氣 就很無賣 其實傳統來說 都是用電污來發電的 但是 老實說 為了空氣 你不要再受進一步的污染 其實政策都是傾向於 用多些天然氣去發電 或者多些燃氣 包括太陽能 環保發電等等 其實整體來說 在政策面那方面 是有利它的股價 進一步發展的 不過 早前來說的下跌 也跌得比較急一點點 其實由那個低位 八月份的低位 剛才你所說 我想曾經到 輕輕穿過一元 開始 到現在為止 都已經形成了一條 中期的上升軌 嚴格來說 這條上升軌 一日未跌穿之前 技術上仍然繼續向上走 如果你問到我 暫時的目標 你要留意 在7月份曾經有個雙頂 那時候大概是過半島 這也是短期的上升的阻力 一旦成功突破過半島 我覺得應該可以進一步向上走 甚至會挑戰一個路半島過七 基本因素既然不太差 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暫時來說 手上有貨 就繼續拿著 好了 至於你問我 可不可以再加上 有時候 就要過一個時間 你過一買完之後 給他一個三毛頂 賣回 你甘不甘心呢 如果你基本因素好 我覺得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賣回 如果股價近日來說 有少少反覆 如果技術上穿了一個三毛半 可能就會深一點 不過一個三毛半 是上一個浪的高位 這次下到一個三毛半 我覺得 防守性應該可以信任 如果真的有機會低一點 那麼低的話 一個搖半島 一個三毛半 有機會見得到的話 就買回一點 好嗎 我覺得問題就不太大 不要想著 我過一買完之後 我現在就不再買回 如果這樣說的話 好像騰訊那樣 如果六元賣完 八元不買的話 他上到四百元 那你怎麼算呢 所以 賣了那些 就賣了那些算數了 新的就是 他有沒有基本因素支持 有嘛 有就是看好 看好你就增持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簡單點去看 好嗎 還有其他東西問嗎 有 補充一句 其實我心理關口 那些我自己沒有很大的心理負擔 對 還有一件問題就是 那隻就沒有止蝕 那隻就是704 來的 3號幾次 那時候就收過半個先 那隻就是小 那隻現在還沒有看 我都很不幸的 因為我幾年前 上過山西看過煤礦 那當時都看好 焦煤的業務的發展 我都拿了一些 那好在我都和你一樣 是拿得不是太多 那來到現在那些 九個先的那些 我都有得去的了 當然我亦都不加住了 一間公司 如果你的焦煤礦 真的這麼豐富 你的環境氣候又不是那麼差 為什麼股價會跌到這麼深 那麼殘呢 中間一定是不是有些因素 我們是看不到 或者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呢 我試過找些資料 但是公司呢 是沒有什麼消息 或者是一些資料去發佈的 那這點呢 透明度就似乎 有一點點欠奉了 那很可能 就真的 中間有些事情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它的焦煤呢 其實來講 是一二號的焦煤 那麼理論上來講 資產都還是相對比較厚的 只不過來到現在這個價 九千多 到底可不可以再加住 我幾次呢 我都想是七仙八仙 但是上天我結果最後都沒有做到 因為呢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呢 才會有一些 基本因素 比較亮麗的 給我們聽得到 或者是否有些事情 我們是不知道呢 凡是要去估計的 就最難估計的了 因為呢 好和不好呢 是一面之差的 一間上市公司 最重要呢 就是透明度要高 透明度要高 無論好還是不好 都盡量給我們知道 買不買是由我們自己決定 但是現在連續的那個 基本因素有沒有轉差 是否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或者是否完全我們理解不到呢 我都掌握不到 所以變成很難下決定 我只能夠做到的就是 以前買的那些 暫時拿著不動了 直到呢 有新一輪的消息 新一輪的資料給我 可以作一個分析 到其時呢 賣貴一點點不要緊 沒有問題 起碼透明度高些 我想我的看法現在是這樣 好 多謝先了 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OK 郭先生我們來聽聽 下一位家庭觀眾 劉小姐 喂 這位是劉小姐 是 Hello 你好 是怎樣 你好 我想問那個1072 哪位入口 1072 東方 OK 東方氣電 電器的 14.5毫 二銀正在升 今天來講 有個急升的情況 下降升超過9% 那麼多 艾國Sir這裏面有貨 怎樣報處呢 首三季的利潤 有18億8800萬 微微增長3% 其實基本因素 都不是太差的 以往績來說 市盈率都是只有10倍的 不過派息就比較行些 只有1厘都不到 那如果買來收息 其實真的 有一點點失望 問到我什麼價可以買 其實今天的股價 一支大洋燭 已經急升上來 看看昨天收市 13.2 現在14.5毫 你問我什麼價買 老老實實 最好的時間已經過了 因為過去一段時期 十月到十月份 一直整固在12.5到13.5 一直都沒有買到 來到現在已經跌了上來14.5 你再追下去的話 就摸高了一點 問題是你自己介不介意 我覺得在這一刻 技術上突破 成交金額也比較多的時間 要追的就是這個時候追的 而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相反來說 萬一不對版 回頭 13.5已經是你的指示位 你要留意 到底什麼價格才對 其實這一刻就最對 不過已經過了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貨品 有有有 2727 好 這隻又想了解那個 部署策略的 你說吧 怎麼樣 沒有貨的 好 2727 郭Sir這隻來講 都升了8% 一樣道理 今天就突然急升 你都很厲害 選了兩個股票 都突然急升 其實早日都還在兩個秋幾 兩個8.8元之間上上下下 今天一個買盤之下 已經是出現了一個急步上升 突破了過去一段時期的高位 我亦都用回剛才所說的說話 第一個技術上的買入價 當然是這個區域 剛剛回到12、15天線樓上 高收 要醒過 看看有沒有辦法升破這個技術上的高位 2.92 2.93左右 最後就要看這兩個 兩個九毫半的阻力位 一個 兩個 三個頂 在今天這下突破兩個九毫半 要買的就是這一分鐘買下去 已經錯失了 買入的機會 現在這一分鐘 願不願意追入 就你自己決定 好嗎 謝謝 劉雪姐你的電話 下部家庭觀眾 黃小姐 你好 想問一下23、28 現在買不買得 還有可以怎樣部署 財險23、28 13.3的 五十星的一毫子 保險股方面 郭老師怎樣部署 產檢業務前景當然是看好 因為龐大的發展 包括城鎮化計劃 前海 又有其他業務的發展 否則國家要維持7% 或者7.5%以上的經濟增長 基建相關的項目的發展 根本上不能夠少 產檢業務當然可以看好 亦都解釋到 為什麼財險的股價 越升越有 但老實說 理性一點的 吸納水平已經過了 我不要說八個半、九元 那些實在太耐歷史了 近期來說 亦都在11元 或者11.5至12元 整固一輪 這一分鐘都沒有賣 你來到這一分鐘 距離一年的高位 只差一點點 你才問我可不可以賣 我只能夠回答你 基本因素是好的 但股價來說 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 如果由八個半上來 已經是超過50%了 就算近期 10月份左右的低位 11元上到現在 都成20多%了 願不願意高追 你自己決定 當然買完之後 股價反覆 你不介意的 沒有問題 但是升了這麼多 萬一有少許反覆 風險也要承擔 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技術上是屬於 一個浴市頂的格局 如果市穿了一個頂 還會進一步推升 不過 如果純粹是中線的投資 可以根細做 但就不要太大注 分住來買 因為已經升了這麼多 好 是否還有另一隻股份想問 是呀 想買一隻1299有邦 有邦你想買入 有邦你想買入 剩下怎樣 想看現在都能買 因為最近都徘徊在這個價 有些保險 39.3 暫時未至兩毫 有邦方面 希望逐步擴大 他們的代理銷售團隊 更加想 物業投資 最重要的是 美國暫時不會退市 過多資金 仍然停留在亞太區 而有邦的業務 百分之99% 真的集中在亞太區 所以新業務的增長 是比較零厲的 股價是屬於緊扣高台 而不下的格局 有邦股價 有邦其實我推介了很多次 來到現在 就算早前有少少反覆 我想去到37-38元 已經有少少跌不下的感覺 如果不介意少少少反覆 現在就賣下去了 要不等到突破40元4.5元再高追 40元4.5元是一年來的低位 一年來的高位 如果真的貨不太多的話 有一個中線少少的心態去買 現在就賣下去了 因為等下它高一點 等下高一點 最後股價升得很高 都自己還是沒有貨 很多朋友二十幾元已經賣有邦 結果看到現在 都未入市 因為越看越高 又不分類高追 結果錯失了很多低級的機會 好 還有其他東西 黃小姐 黃小姐 不要緊 電話切了 再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鄧先生 郭Sir 你好 怎樣 我想問一下 六八八它之前銷售量低 我自己拿了重貨 但是它這陣聲浪好像炮書大廁 我看如果年底 我用不需要換一換馬 你審貨多少錢 都24元 24元 24元 OK 是的 股價現在相對 你買入價來說 是幾毛錢的上落 其實一個月的高位是24.6元 內地住的剛性需求很大 其實現在早前公佈的數字 賣樓已經全年達標 基本因素是強的 中移動 公行、建行、中行 這些行指成分股 但是內房股 我一直都看好 第一是剛性需求很大 第二 政府一直都有打壓樓價 但是樓市一直發展都還是平穩 加上要靠內需去拉動經濟增長 如果資產價格出現一個跌幅 或者明顯的下跌 對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不介意的話就繼續持續 目標暫時來說 阻力是24.6元 一旦突破了 下一個目標 應該挑戰一年的高位25.6元 以往即10倍市盈率不用多 輕輕慢上12.5倍市盈率 已經代表現在 將會有25%的上升空間 這是下一個週期來到的時間 可以看到 如果持續過創 自己的心理壓力比較大 有時候輸人大 減減榜 我從來都不反對 但是你問到我基本因素方面 我始終就看好不變 好的 謝謝郭Sir 謝謝你這麼多家庭觀眾的電話支持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郭Sir 我們最後都做一份申報 港股費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郭Sir 休息一會 幾分鐘後 跟大家跟進 就是港股整日的表演 就是我們全日總結環節 不要走開